持续带你来关心老长辈们交通行的安全 15号上午10点左右 一名88岁的正姓驾驶 沿着台九县南辖车道 新京寿风山路口 准备要左转 疑似没有注意到对象来车 直接就遭到一台货车拦腰撞上 而18地点刚好就位在寿风厢消防分队前 队员们是在听到巨声响之后 是立刻冲出来进行抢救 而整个过程短短不到30秒 在路口展开即刻救援 白色小轿车行进路口准备左转才刚起步 没想到就直接遭对象小货车拦腰撞上 绝大声响也让一旁的小黑狗吓一大跳 这起车祸意外就发生在15号上午10点左右 一名88岁的正姓驾驶沿着台九县南辖车道 行进寿风山路口时要准备左转 一是没有注意到对象来车不慎发生意外 而事发地点刚好就在收风厢消防分队前 队员们在听到巨讲后立刻冲出进行抢救 整个过程短短不到30秒 我们正好要去前往抢救演练 正好听到分队前有很长的刹车声 随后就有碰撞声 人员听到碰撞声之后 就随机前往分队前查看 分队队员分工合作 在路口展开即刻救援 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协助振兴老翁脱困下车 索性只有轻微差错伤没有生命危险 而双方驾驶的酒车值均为零 详细的肇事责任还有带警方调查理清 记者徐立芹收风向报导